小小蜜又到我們故事時間了 請問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誰就大腳呀 啊不就你的 你的腳超大的耶 大自然的腳比我大 大自然的腳比你大那倒是真的 但你的腳比他臭喔 不是大巨人 我大巨人的腳比你大 我還以為你講說大自然 這麼有詩意的話你都講得出來 果然是我誤會你了 你是覺得大巨人的腳比你大 因為我比較小 你比較小 好啦我們來看誰的大腳鴨 到底是誰的大腳鴨是你的大腳鴨 媽咪的大腳鴨還是爸比的大腳鴨呢 還是大象的大腳鴨 大象的大腳鴨 有人又在透透透透故事情節了 有一天 小狗旺旺發現了一個腳印 咦?這是誰的腳印啊 這麼大啊 你覺得誰的腳印是旺旺的嗎 貝貝的 你又在蟹蟹 是小小 旺旺聞了聞又比了比 他比了一下自己的腳 發現 我知道了是小熊貝貝的腳印啦 所以熊的腳 是比狗的腳 再大一點 你可以從比腳印的方式來知道 貝貝說 旺旺旺 你們在玩什麼啊我也要玩 旺旺說 那我們來猜猜是誰的腳印吧 旺旺說 這個細細長長的腳印是誰的呢 你覺得這是誰的腳印啊 覺得是黃黃的 是小雞黃黃的是不是 貝貝說 我知道這是黃黃的腳印 沒錯喔 因為如果中間連在一起的話 就應該是小鴨的腳印 那沒有連在一起 沒有撲 就是小雞的腳印 這個推理很合理喔 旺旺又說 這次 這次又是誰的腳印呢 你覺得這是誰的腳印 咪咪的腳印 哦 貝貝說 這是咪咪的腳印 咪咪的腳印也很可愛耶 貝貝說 那 這個是誰的腳印呢 這個是誰的腳印 青蛙 是小青蛙嗎 我是說 呃 呃 呱呱 小瓜 是不是 呱呱 旺旺看著池塘裡的腳印說 是 呱呱的腳印啦 對不對 呱呱呱 因為它有連在一起 所以是有撲的腳印 旺旺說 這又是誰的腳印呢 是馬的腳印 是馬的腳印 那不就是你的腳印啊 馬蹄的 樣子耶 對不對 我是人 所以我有臭腳印 你有臭腳印 貝貝打開炸門說 我知道 這是小馬的腳印 哈哈 真好玩 汪汪和貝貝到處找腳印 玩 到處找腳印玩 原來大家的腳印長的都不一樣耶 沒錯 不同動物的 就算是 都是人類的腳印 也有大小之分 形狀之別喔 貝貝說 這是誰的腳印呢 應該是蛇的腳 汪汪說 這是 蛇 嚇一跳 這是蛇 爬過的痕跡 不是腳印啦 因為蛇沒有腳啊 你畫了腳的話 就是畫蛇天主了 對不對 蛇是沒有腳的 所以 凡事如果 多此一舉 都做了一些 不該做的事 就叫做畫蛇天主 汪汪看到前面有一個 也有大遊園的印子 這什麼啊 好奇的跑過去看看 這到底是誰 這是大山的腳印 不是一個水坑喔 蛇 這是誰 是誰的腳丫子那麼大 他和貝貝比啊比看 來看啊看 實在是想不出 這是誰的腳印耶 公佈答案囉 這是我的腳印喔 小朋友 你知道這是誰的腳印嗎 這是大山的腳印 我覺得是你的腳印耶 你的腳印有這麼大 超大的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喔 那是大腳印的腳印 喔喔喔喔喔 好好好我知道了 欸 那蚊子的腳印呢 還是這是蜻蜓 蜻蜓的腳印呢 在這裡 好細細喔 應該看不出來 對不對 好啦今天講完了 誰的大腳丫 再見啦 謝謝你在這裡